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猶達BestBad 這段時間我上一集都跟大家說過 六大彈杯時都跟大家說過 現在就不在英國 現在就在一個中轉站 接著一個多天我就會再飛 真是在澳洲 會在澳洲陷入一個月 所以現在這段過渡時 又要適應一些時差等 運作上我們電馬方面的運作 因為受到我這次出油都有點影響 所以這次可能要等我去到澳洲之後 操作方面就會穩定很多 會變回正常一點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今集的節目主要來說都是要說一則新聞 一則什麼新聞呢 大家看到的標題都說了 就是蘇紹輝 今集又說蘇紹輝 說什麼呢 事源其實都剛剛上個星期 其實在英國方面都有很多 都有幾個不同的媒體 就報導同樣的事情 就說蘇紹輝什麼呢 就是蘇紹輝在香港拆劇 由他今季香港馬季開始來香港拆劇 到現在為止 他在香港所賺取的收入 就差不多等於英國的九倍 九倍 大家聽著 那就是原因 所以當然這則新聞 其實如果表面上說 當然就是一個針對蘇紹輝的事 大家都知道今季 他為什麼要來香港 我過去的節目 也都跟大家否釋過他 在英國的情況是怎樣 為什麼他這麼需要來到香港 的確他來到這裡 來到香港之後 他都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雖然今季他就叫做 經常被人罰停賽和罰錢 如果用回過去的情況 過去就 大家還記得好像兩季前 蔡明少也都是經常不小心拆劇 極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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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都是差不多,經常都是不小心拆,平賽兼罰款 雖然是這樣,都有英國那邊的傳媒做過統計 我又借用它,截至上個月的36號為止 蘇紹輝拆騎326次 和他在英國當年來香港之前的那一年,其實350場 還要少二十多場 但所得的獎金就是天丸之別 因為大家都知道英國的獎金,英國的賽事獎金普遍都是嚴重偏低 不要說大賽偏低都不止 坦白說,在英國高獎金的一級賽是超過一百萬英鎊總獎金以上 即是兩隻手,十隻手指都數得了 所以就是嚴重偏低,然後再說平日的賽事 一場賽事都是幾千磅 即是澳門的五、六班賽事都重要低 所以其實就是很嚴重偏低 這個統計他們都做了一些事 就是截資3月26日為止 在香港就拆騎了三百二十六場次 所獲得的獎金,當然這個獎金就不是他自己代替了 所贏得的獎金就是六百二十萬英鎊 即是差不多五百幾萬 當然,經過了這幾次賽事 大家都可以看回香港馬會 即是那個騎士那個Pover 你都可以看回蘇紹輝 其實現在這一季,所贏得的獎金是多少 即是一除之下,平均每一場 即是以每一場拆騎所得的獎金來計 在英國就是二千磅 每騎一次就二千磅 相反來香港就是一萬九千磅 所以我為什麼說差不多九倍 就是這樣的原因 當然,而他在英國,即是來香港之前那一年 他所贏得的獎金是七十一萬八千磅 即是合起來都是七百萬港幣 相比在香港,他剛剛這一季 即是現在用回這個五月 截至三月二十六日的數據 就是六百二十萬磅 即是差不多六千萬港幣 你再除回騎士所得的頭馬10% 麥克林的位置就5% 再加上拆騎費也都高過香港 也都高過英國 其實他所得的,即是贏 即是他自己的獎金 加上拆騎費所贏得的 都數到最保守估計都有六百萬港幣以上 他應得那份 他應得那份都六百萬港幣 即是很簡單 他現在這裡寫著六十二萬英鎊 那當他10% 那都六百二十萬 那都六十二萬 雖然現在的英鎊 是低過十算 但是你維除你 那都遠遠高過在英國 所以真的有很多說法 賺錢最好是在香港 但是為什麼到今天為止 都只能夠打到蘇紹輝其他人 其他的大頭騎士 英國的騎士都不為所動 其實這也是我和馬王哥等過去 我們一直都告訴大家那個原因 為什麼很多大牌騎士在香港 會這麼不願意來香港 剛剛在杜拜的戴徒里接受訪問 接受香港的傳媒訪問 一說到香港的時候 為什麼戴徒里面有難色 也不想回答 這些我們都說了很多很多很多 這集我不想再重複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我都說過很多 但是為什麼這些大牌騎士 都依然願意這麼低獎金 還要穿州過山 都這麼願意這麼做 就是不願意來香港 這個大家如果有看回我們以前的節目 我以前有直播這麼說 我都不用重複的了 但是蘇兆輝這件事 就是蘇兆輝現在來香港 吸不吸引到 吸不吸引到騎士 再來香港客串我就不知道 但是這件事的背後 在英國方面 當然表面就是蘇兆輝 說回來香港賺到很多錢 在香港又重新受重視 因為在英國他多麼不得意 我都說過很多次了 但是始終帶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這個問題 戴圖里去年在澳洲的時候 也都指出過的 只不過他就沒有說 他都幾有意無意之間這樣說出來 但是也都反映出一個東西 就是英國賽事的獎金 就是嚴重偏低 嚴重偏低不止 也都編排的賽事又過多 過多之餘 甚至乎現任的連馬斯公會的主席 白奇達 也都在這段 講述蘇兆輝的新聞 出了之後 他也都在他自己的社交網絡 也都再重新講獎金 英國賽事獎金的不堪 講了很多 其實去年也有一個幾廣泛的 在英國方面也有一個幾廣泛的討論 就是如何去重組 重新再規劃英國的賽事 如何規劃之後 然後再重新去處理 如何可以令獎金加碼 等等問題 但是去年最後在編排今年的 新季度的賽事的時候 反而沒有什麼大的改動 賽事獎金也沒有什麼 如何加到 這個始終都是一個 一個deadlock來的 因為大家都要了解到 為什麼英國的賽事獎金會這麼低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第一個很大的原因 因為英國很多都是一些合法的外圍莊家 主動投注的東西 真正好像官方的TOT 在英國叫做TOT TOT 那個比重相對來說 跟一些 英國的合法外圍莊家 William Hill Ledbrox 或者BAT365 那些 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單位 而不是說 它是一個最終的採詞的匯集地方 所以就變成 你那些這樣的 合法外圍莊家 真是賺到盡 而賺到的錢 投放回去賽馬的方面 那就不算太多了 那只是 如果可以數的就是 譬如說每年的Racing League 就是放暑假的時候 我曾經都在Lingfield 都和大家做過一直播 拍過Racing League Racing League 因為它是William Hill 背後贊助的 賽事獎金 每一場最少都五萬磅 之類 但是如果比較在澳洲 其實澳洲的賽事模式 或者投注方面 其實澳洲都好像英國這樣 都有很多合法外圍莊家去經營 也有官方的TAB 都是有做 但是為什麼 澳洲的賽事獎金 可以連連不斷地提高 不斷地提高 投注額也都不斷地上升 為什麼英國就會變成一個死不同呢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始終投放這些合法外圍莊家 或者在投注方面的投注行業所賺到的錢 也回歸馬圈的油小 再加上官方的監管機構 BHA 近年也是飽受爭議的 因為好像遠的不說 近的就是去年說的用邊條例 都是被騎士圍打的 亦都反映到這個BHA 他做事的離地 以及在BHA做事的那些話事人 他是有多熟悉英國賽馬呢 其實都是一個疑問 都是一個好像外行人 就是管理內行人那樣 所以這一篇 講蘇兆輝的報導 當然如果直接 插頭講蘇兆輝 就可以有很多話說 我要講都可以講很多 但是其實 這篇的背後 反映回英國馬圈 其實都是響起一個警號 大圖理今年 今季就正式掛虛了 已經輪到布宜學 莫艾成 或者國能這些騎士去擔任 當然雖然我跟國能很久 但是如果你是欠冠軍騎士 可能就是馬昆 馬昆、道遠音這些 國能或者金盾之虎 李輝或者潘大偉 或者杜漢培這些 他們在他們那個空間 他們又有自己的本錢去爭取成績 但是你說欠冠軍 這樣東西都是 在那堆大騎士當中 變成那個待遇 當然好像布宜學 他有高多分做主稅 高多分 當然你有一個馬主或者馬房簽了你 那情況就會好些 還有莫亞 但是一般英國賽事 絕對有需要重新重組規劃 還有調高獎金 那當然有些好像白旗達一樣 也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其實說每一年都有一些馬場的賽事 其實就不應該在這裏 應該是要財減的 那些賽事應該要跑少些 那跑少些 那些獎金就可以 節省出來的獎金 又可以投入 令到整體的賽事獎金就攤回獎 但是這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每一個馬場 他們自己獨立經驗 大家都有個利益衝突 大家都有個利益集團 那你說叫那個馬場不開 那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為都牽涉到很多 很多利益權體 持份者 怎樣去爭取權益 但你就是說 譬如說 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好像葉森馬場那樣 為什麼一年只可以跑十一次馬呢 當然葉森馬場自己 作為跑葉森打比 作為一個打比之都 打比的馬場 除了葉森打比和橡樹那兩天之外 其餘那些跑賣賽事也是很普通的 但是一年只可以跑十一次 那為什麼一年只可以跑十一次 他可不可以跑多些呢 但是當中他又跟葉森市政府 又是有些政策上的事情 葉森馬場 葉森市政府是有限定 這個葉森馬場一年只可以跑多少次馬 所以不是他想說開多少次就開多少次 減多少次又減多少次 都是太多這些外圍因素 或者政府方面去左右它 再加上投注方面的生態 或者操作 亦都令到投放下去的資金相對少 即是不同於澳洲 澳洲真的 澳洲真的 除了TAB也有資源 還有各地 還有所有在澳洲的馬會 本身都是財政上 都是一個挺富裕的馬會 再加上澳洲方面 省政府 好像維省政府 新南威爾斯政府 是有自己的政府部門 去管理賽馬 投放資金 所以才有好像剛剛這兩個星期 舉行的The Championship 澳洲的冠軍賽馬 獎金加碼 但是在英國沒有缺乏這個推動 政府也沒有這個推動 當然政府也不是很有錢 再加上那些預訂購 因為一路以來就叫做養慣了它 或者中慣了它 你現在要伸手問它們拿 就不同香港 香港政府要跟你香港馬會 每年要多拿24億 你香港馬會都要硬吃 但是英國那方面 如果你反過來做同樣的事情 那可能客人就懂得其反 所以形成英國的措施 在這麽多年來 再加上我真身的經驗 要調高 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還有就是 如果要做 都是要很大刀闊斧 才能夠做得到 那當然如果你說 好像蘇紹輝那樣 在英國 是這麽不成功 或者是被受冷落 那他始終這樣 他都要為自己打算 他都要去香港 那香港的確你看到 只看數字 他已經賺的錢 已經是等於英國的九倍 交的稅又少於英國那麽多 所以就凌承到 為什麽他現在 即使被人罰平賽又罰錢 他都甘於留在香港 那是最近剛剛那次罰平賽 那才叫做上訴 但是就是 蘇紹輝這件事 就可以看到 兩個不同的景象 也看到英國的賽馬 前途是怎樣 坦白說如果再是這樣 雖然英國賽事很多 都很有歷史傳統 也都很有榮譽 但是如果計算掌金計成 根本就跟一個 掌金計 跟一個第三世界是沒有什麽分別 當然名譽上 那個賽事的歷史 那他當然就是一個強國 但是一個第一大 一個可以擠身於列強 但是跟掌金計就完全不成正比了 那形成澳洲這幾年迅速發展 掌金加馬 可以吸引到馬 之外 那些賽事大家為省與省 為省和新拿威聲 都自己鬥餐老 那所以形成就是 就像香港的人 如果要買澳洲PP 或者PPG 那連澳洲的馬價都會搶到貴了 因為他有高獎金的賽事去支持他 所以為什麽高多分 沒錯高多分在英國 都有分蘇萊系 艾柏斌系 那他們兩個是 當然以艾柏斌為首 他們贏的賽事都多 但是如果純粹計算掌金 那遠遠是不及在澳洲的 甚至乎日本的高多分 當然日本高多分分分很多馬房 但是以掌金計算的營運 其實都遠遠是不及澳洲 好像一隻animal 就算是以前的黑奴 這幾隻 所贏得的獎金可以 基本上是完全可以 可以 掌握到英國方面的運作 所以這也是值得 在英國方面 要甚至 不是說我經常 因為在英國就說 我如何唱好英國 但是我看英國 這一點 賽事獎金這一點 長久以來都是一個 折礙到英國賽馬 發展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之所以那些好像 葉森打鼻 Roll Escort 光明鼓活 那些賽事 是因為歷史上的傳統 還有這些賽事 跑一些經典大賽 這些賽事始終的 含金量都是很高 但是如果自掌金計 日後 英國如果再不加 大幅度加獎金 以及重組整個賽事架構 基本上英國的賽馬前途 其實都是很危險的 再說回明晚的心水 我的心水就是第五場 也說過給大家聽 其實這場馬 我也覺得是一場 混亂得來 好像有點扭暗花明的感覺 我自己這場馬 我真的喜歡十號的包裝傳承 雖然現在都是熱門之一 但是呢 說回包裝傳承 要說回何良 其實今季何良 對包裝系的馬 連包裝系的馬 都表現相當不錯 好像支持的包裝大獎 甚至乎這一匹的包裝傳承 都是交得很準 表現也保持得很好 這隻馬 即是今季 即是跑了四場 都冠亞貴各一 這隻質身馬 他對上三次比潘頓跑 其實都把握得不錯 尤其是贏馬那次 都完全是一個夢幻形勢 上一場馬 背到一百三十多磅 還要排過十當 他走回來 都走勢不差 僅僅輸給一隻六支半的馬 這隻馬 之前和潘明暉有跑過的 都有合作 都有騎過 初出那次就跑過第三 這隻馬 其實本身他的型格 我都蠻喜歡這隻馬的型格 還有這隻馬的質身 上次跑完復課 做的功夫都是很正常 這次叫做初上三班跑 我便覺得他因為之前那一場 跑一百三十五磅 其實那個磅其實都很難搞 所以這些馬我覺得 上三班什麼輕磅 可能會更加發揮 再加上 用潘明暉還有一些磅 減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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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河梁本身 今季 他明顯的表現 馬防表現 也算不錯 差四場 就上到岸 但就像他練這些馬 這些貴內表現保持得到的馬 他再出 其實也不是過大幅脫節 甚至乎可以再贏 像之前的包裝大獎一樣 今次何良也有幾匹類似的馬走出來 一直以來他在谷草的成績都比沙田好 所以我距離現在貴尾還有幾個月 其實現在他欠四場畢業 我就不會太擔心何良今季不如倒業 尤其是他跟包裝系有再度合作之下 所交的表現不錯 其實包裝系都算是依克何良的核心馬主 這些馬再出都會爭取表現 希望這隻馬上了三番背得輕磅 希望他更加好就可以憑個磅輕之力爭入一席 所以這次我尤達Bestback提供給大家的心水 就是第五場十號馬包裝全城 五場十號包裝全城 今集的尤達Bestback就到此為止 下一次的尤達Bestback 我會跟大家說 就是接下來星期六的冠軍賽 澳洲雪梨冠軍賽日的第二天的特輯 但是我現在還未決定到說哪一場賽事 但是賽事以那天的賽事為準 就不會說香港馬 就是這麼說 就是尤達Bestback就很快 就是禮拜五的香港時間 就會延遭為大家參考 至於那天其他場次的心碎 我就會放在 地馬路路法的私英出馬 一如以往 我現在都不會說寫文章 有東西我就會拍片 就像這些 香港越陽賽日的國場提供 我就會做一個貼士格 放在那裏給大家參考 個別有一兩場馬 我就會開一個節目 會用下一集的尤達Bestback 跟大家說 希望大家留意 另外 記得也要留意我們D馬路路法 Horse668.com 我們那些賽馬新聞 賽事馬圈消息 世界各地的馬圈消息 當然不會說怎樣說香港 還有香港賽事日的 我們其他手足提供 另外還未訂閱我這個YouTube頻道 也希望你們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按下小鈴鐺 按下小鈴鐺就選全部 還有首播出的時候多點留言 希望大家多點留言 和分享條片出去 告訴多點朋友 知道我這個YouTube頻道 還有我們Facebook專頁 馬場USB 尤達 都是全線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關注和支持 我們到星期五 再跟大家在尤達Bestback 跟大家說這個 冠軍賽日 第二天澳洲City的冠軍賽日的特輯 希望大家多多留意 ig 明天判斷賽事 好運 明天天氣又不會好 可能會很多暗軟的 投注大家也要小心,希望大家明天好運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